陳茂波在網站說消費勸提振市道 出口暢旺改善政府收入 加上部分市區地皮高價賣出 保地價收入超過400億創新高 預計今年度財政赤字 遠低年初估算的大約1000億 被國兩元踏車優惠拓展至60歲等 大額經常開支 對財政影響未反映 他說正愁被開展下年度預算案資訊 認為要給基層公平分享經濟成果 推動共同富裕